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台湾听到不同的声音 能够有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现在两岸的情势紧张 台湾已经被视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我觉得在台湾的人民 在台湾听到的声音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而能够让我们听到这个社会上 这个世界上真正客观事实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非常肯定中间新闻在这一年来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秉持的 就是新闻的价值 让台湾的人民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 在此再一次的就是庆祝中间新闻 转成网络平台一周年 那也希望能够持续的为新闻价值而努力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